欢迎朋友们在 in988国际视频台收看瑞森的节目 心肩上耳声音 心肩上耳声音呢 会邀请很多不同的人到节目上来 聊些什么呢 什么都聊 凡是你想知道的 或者他们想讲的 我们都可以述说 今天呢 上节目来的呢 就是好朋友 燕妮 那在前一阵子 你们都看到 燕妮跟我在做个节目 那就是谈谈你 谈谈我 谈的就是有关我们很多的 生命层面里面的一些 我们需要反思的 或者生命层面里面 需要处理的一些伤痕 或者需要疗愈的过程 那这样的一位疗愈师 我对她是很有兴趣 我的意思是 对她去跟她了解 所以今天就特地请燕妮 来上我们节目来 跟大家聊聊 燕妮你好 Jerry你好 大家好 是燕妮 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 就大家就当自己是嘉宾 或者是很专业的朋友 所以对听你的 听你的一些意见 了解更多 更深一层 有关生命疗愈这一块 生命成长 生命疗愈这一块 那我对你的生命的旅程 到我今天看见你坐在我前面 能够侃侃而谈 有关生命的一些看法 和怎么样走出人生困境 这一段 我其实对你过去很有兴趣 因为今天我们会是怎样 是因为过去不断的积累 不管是过去是好是坏 它都变成我们今天的我们 所以我对你的这个过往 是很有兴趣的 当然讲的难听就是给博了 但说实话 我们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才知道很多生命 人世间的一些点点滴滴 对不对 你是怎样子会想进入这样一个行业 对生命的 有这样的一个 怎么讲 是期待吗 还是这样的关爱 我想如果你说如何走进 成为一个肢健训练师 或疗愈师的话 我感觉我从小 就一直在寻找一些答案 我最早最早的一个记忆 我感觉好像是大概三四岁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晚上 就是没有很迟 就是可能八九点的时候 我到外面 就是可能一个人就闲着 我也不懂为什么会在外面 就看着月亮 我还记得我问过我自己 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我四岁或三岁就开始问自己 真的吗 是 那我们两个有同 我们可能是同属一类的 我也曾经这样子 想太多那种 我不知道我不想太多 你是走我是跑 我跑跑跑跑 为什么月亮会跟着我跑 然后我就心想 月亮是什么东西 我干嘛在这里 对 就是这样的情况 是我就是看真的月亮 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 到底来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后来我的人生 就发生了好像 一种寻找的过程 是 就是从二十一岁离开家里之后 就好像一直不停不停不停的 在寻找 没办法安定下来 直到我在几年前 不小心就是在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情况底下 是 然后我在寻找一些答案跟出路 然后就去台湾 嗯 就上了一位日本老师的课 在台湾 因缘际会 去了台湾 遇到一位日本老师 在台湾开课 我第一天 我进入那个教室 第一天听完之后 我就决定了 这是有一辈子在找的东西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 你听到一些资讯 第一次听到 可是又不是第一次听到 嗯 就是 是什么相似 好像是说 没有人教过我 我没有听过 可是听到的时候 是完全符合心里在寻找的东西 是 那个时候你听到些什么东西 让你有这么的一个激动 有这么的一个冲动 做这个决定 确确的内容 我不是很记得了 嗯 我只知道说 他有解答了我很多心灵上的问题 是 好像说 为什么事情会发生 嗯 好像潜意识里 隐藏这些什么东西 我感觉好像我这么多年来 经验的 无论是关系上 或者事业上 种种的挑战 就是指引我走到这一步 是 然后就这样碰巧 我就决定了 好 我第一天上课就决定了 我要成为训练师 是 结果我真的在最短的时间内 成为之间训练师 那我知道你成为之间的训练师 嗯 在大概两年时间 嗯 有没有 对 两年多 在第三年的 在上课的第三年 对 第三年 就是 对 对 那其实速度算快了 因为要成为训练师 需要很多的学习 对 需要很多学习 需要有百日的毕业 就是要上完一百天 那我那时在 感觉在跑马拉松 我一年内就上了一百天的课 是 而且是到国外去上 是 所以可以说是 三百六十五天 我上了一百天 哈哈 我满 我算是个专业学生吧 是 大概在二十八岁的时候 我 从日本航空公司出来 那时我就进入了传销行业 所以那时我生平第一次接受了 好像激励啦 成功学之类的一些课程 其实那时候算是 我的生命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嗯 因为之前我是个小女人 很依赖 没有组建 就是空姐嘛 哦 她们那时开玩笑说是脑袋空空的小姐 就是工作做完回家睡觉啊 没想那么多 可是我接触了成功学之后 她完全打开了另外一片天 我开始看到哦 我们是有无限的潜能的耶 那那几年在传销 确实是做得不错 嗯 那我发现我喜欢做培训 多过做事业 或者多过做业务 嗯 所以我在做传销 那其实我是比较负责 那个训练跟培训的部分 是 那后来长转的就是 跟着我的以前的那个老战友 开了公司之后 我就负责了整个培训 就莫名其妙了 当了好多年的那个激励培训老师 嗯 可是 做了那么多年的培训 其实我们确实做得很成功 也培训了好多的企业家 跟一些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的青年 嗯 那 还是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 就是我们教的东西都一样 是 大家学的都一样 好像我一上课回来我马上用 结果我成功了耶 是 那么多年来我都用得着 然后很容易 然后身边有几个人也用得着也很容易 是 可是为什么百分之九十七的人 怎么学怎么激励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后 他们嘴巴说他们要成功 可是行为上却偏偏不是这样 嗯 所以 好多好多年来我都没有办法解释这个行为 又不能说是态度不好 所以 身为一个老师我在台上就给大家做的好像说激励啦或者方法 那我里面知道有九十七八仙的人甚至是九十五八仙到九十七对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嗯 那这感觉很不好受 是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 所以后来我去了之间 哦 他马上回答了我这个问题 我好感动好感动 我才发现其实 懂了这套方法 每一个人都有相等的机会 是 来得到他们要的改变跟成功跟幸福 按你这么说我就我就有兴趣了 嗯 对不对 那刚才你说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基本上 你再怎么激励再怎么训练他是不会成功的 是 对不对 嗯 那这个东西我明白 嗯 可是问题是是什么东西阻碍他们 那当你在世界里面领受的时候 嗯 你的看见是什么 我想激励哈 我们是透过一个很 好像说 呃 强烈的方式 把一些正面的资讯输入在一个人的脑里 嗯 就是说也许这个人平时很负面 我们就输入正面的资讯 然后那刹那他正面了 有正面的想法跟信念 就会有正面的结果啊 是 关键是我们的意识只占整个心灵的百分之六 或者八吧 嗯 其他的是潜意识或者无意识 是 那 以前我们是有交潜意识 可是我们不懂得如何进入潜意识 我们只能强加的信念 就是一直压下去 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 那下面的负面的信念 潜意识负面的感觉还是会跑出来 是 所以它就变成了有一个冲突 一个新的资讯跟旧有资讯的冲突 是 新的资讯说我要成功 我是 很快乐的 旧的资讯说 哦不要哦 我这个人好讨人厌哦 是 就有一个冲突结果反而激励过后那个人更痛苦 是 所以透过之鉴我很感动的是 他教我们一套方法 可以进入那个潜意识 可以把那个潜意识的盖打开 我们直接到源头 甚至在无意识层面处理 是 那那改变一次过 那是倦勇的 嗯 就一次过那种子一条 就处理掉的话 那整个由内而外的那一个 那个 蜕变 蜕变啊 或者它里面的 负面的巨大信念完全不见掉 是 你有看过那出电影叫Inception吗 没有 额 那个Leonardo DiCaprio的 哦 梦境的 梦境的那一个 那个中文我叫什么 那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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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问我中文 我知道 好 其实我去看的时候发现 其实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 他们透过梦境去中入一些新的信念 是的 那我们通过我们的教导啦 去进入找到他的旧有的信念 然后把那个信念给消除掉 嗯 然后再放一个新的进去 你的意思是说 在97%的人 他不能够成功 是因为他在生命过程里面 他有很多负面的 那在无意当中已经进入他的前一世 是 那这边在表义室里面 他不管很激励正面给他的话 嗯 其实也也只不占生命的6%到8% 对 对 所以意志力很强的人 可以用6到8个%来成功 是 那一般人做不到 对 那换句话说 如果懂得善用潜意识的话 嗯 那成功纪役就更高 非常高 对不对 因为他占了92%到94% 那差94% 那真的很可怕 对对 但是你也发现很多人 之所以不能成功 是因为 嗯 很多的负面在牵绊着他 嗯 让他不能够 即便是想往前走 对 也依然是裹足不浅 是 对对 因为生命中有很多人带着太多的包袱跟过去 每一个包袱都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啊 是 那怎么往前走啊 欢迎大家收看新建商的声音 今天的瑞生座上的嘉宾呢 就是燕妮 一位非常漂亮大方的心灵治疗师 我会喜欢他 但你也会喜欢他 刚才 刚才我们提到有关 我们很多人都想成功 嗯 都想如愿以偿 但是 刚才聊到 就97%的人都几乎是不可能 嗯 即便是我们给他再多的教育 给他再多的帮助也没有用 那是因为 他情侍这一块 带了很多负面的包袱 嗯 那我想知道是 当时候你自己 背负了怎么样的负面包袱呢 我当时去寻找答案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 算是在一个忧郁症里 嗯 啊 你会有忧郁症 看不出来哈 真的看不出来 也真的没有几个人知道 不是说说 忧郁症的还真的看不出来 嗯 忧郁症的还真的看不出来 他跟平常人是一样的 嗯 看不出来 可是我里面我知道 嗯 因为那个症状很明显 当然我也到 我有去找老师 甚至去找治疗师 找 呃 精神科 嗯 就 我该找都找了 可是我就走不出来 我几乎卡在里面 将近一年的时间 嗯 然后最 严重的 其实不是得到忧郁症 而是 老师 得到忧郁症 嗯 因为我平时是教人的嘛 嗯 所以有 好像有一定的身份 跟一定的认知 跟一定的知识 忽然间我掉下去的时候 我不懂要找谁帮忙 嗯 我只能找那些专业的人士帮忙 可是他们也帮不到我 所以那个时候生命情况其实很糟糕 然后就在那种极端难过忧郁 痛苦的情况下 我发现意识上所懂的所有的资讯 一点用都没有 嗯 什么 呃 什么 正面的信念啦 什么凡事发生必有其目的 其结果必有利于你 在那刹那 快死的时候 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哈哈哈哈 我才发现 我到底学了些什么 OK 所以我才重新的要找答案出来 是 嗯 那你应该是面对很多挑战 以至于你在情绪上进入幽育 我可以说我的生命其实是蛮丰富的 可是我潜在其实呢 是有非常负面 以及有自杀的种子 诶 你跟我一样 诶 真的 我也是一样的 我是怎么知道的 你知道市面上其实有流行一种心理测试的 嗯 我忘记那测试叫什么名字 真的 我曾经做过 嗯 他吓了一跳 他说诶 你为什么会有自杀的倾向 嗯 可是当下我不以为然的 嗯 可是后来慢慢想想 诶 好像是 嗯 对 你也是跟我一样 对 对 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 我忘记是六岁七岁还是五岁 嗯 我只记得那幕影像 就是我母亲那时候很难过 嗯 然后他在我面前尝试要吞老鼠药 然后 你还记得哦 我记得 他一直在里面 可是我记得那个影像 我不记得那个痛苦 跟那个伤口 所以我那时候我好像就是 跟他抢了过来说 叫我们一起吃吧 反正你要走我也走啦 不 你是想像还是真的 真的 哦真的 真的真的 是 结果他就没有做 当然我就活到现在 母亲现在很健在 而且现在很快乐 是 可是我觉得那一次 他确实有中了一些 很忧郁很负面 而且就是 凡事就是想不开的话 就想要就是了结生命的 一个种子在里面 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十几岁啦 二十几岁 每逢遇到一些变故 或者遇到一些我 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我第一件事就是想要自参 是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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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负面 直到我二十八岁 我那时就在不小心的情况下 有找到一位教我修行打坐的师傅 然后同时我也去上了成功学 就我的生命就整个由黑转白 就开始正面积极 可是呢我发现之前非常的黑暗 后来非常的积极 其实是个两极化 我没有再整合 所以我用我的正面积极去压抑了 压抑压抑压抑了 我过去几十年来 所累积的那个负面 那我也没有去处理它 所以大概正面了大概整十年之后 下面这一堆全部抱上来 就开始在我生命中创造很多问题 财务上的问题啦 感情上的问题 人际关系的问题 那时候几乎我看到谁都很讨厌 那其实是过去一些伤口所引发的 所以压不住之后 全部浮了上来 我就崩溃了 那是你痛哭吗 很痛哭 是 那个时候很痛哭 那个时候几乎每天 就是不管有没有睡觉 或者睡着了 因为很累嘛 那时候刚生小孩 在坐月过后 事情发生 就那变故发生 我几乎每天两三点 会惊吓的醒过来 是 然后哭到早上 七八点 然后又再睡回去 然后到时 可是儿子那时又起来了 我两个小孩 所以就要忙着照顾儿子 所以几乎每天两三点 会哭到早上 能不能说说你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 会让你生命走入谷底的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是你记忆还是依然挥制不去的 有没有 其实都处理了耶 那好 那如果是处理的话 那是哪一个 说说看 因为我们都想知道实际的例子 好吧 我就讲 其实过程当中 在这几年呢 我该宽恕的 该了解的 该接受的 我都处理了 所以我也 后来也拿回责任性原则 就是 其实 在关系中有破裂的话 并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 受害者 或者失害者 两方都要负责任 这样我在当时呢 我很厉害的 我变成那个受害者 因为受害者可以得到大家同情嘛 所以 我的那一个前夫就变成那个坏人 然后后来我也觉得有点抱歉 所以我就想 不要以这样的角度来看 我就说当时我失去了什么 嗯 我几乎在那个时候呢 嗯 我跟我的生意伙伴 还有我的前夫呢 我们有一家传销公司 可以说是很成功 那我那时有三层楼的房子 我有很多钱 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有 就是很多学生 很多人爱戴我 然后 就是 几乎 生命中 该拥有的 我都有了 嗯 可是很奇怪的是 什么都有了之后 还是不快乐耶 就总觉得缺了些什么 我在后来才发现 其实 真正里面在找的是 新的那个源头 嗯 跟老天跟神的联系 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 是 我就奇怪 为什么什么都有了都不快乐 就开始就开始发生人际关系的问题 一开始就感情上也出了问题 开始我也好像不大会 不大会带我的小孩 就事事都不顺 后来还跑到香港住了九个月 当时美其名是说要去 嗯 去那边开拓市场 那其实是 里面承受不了了 快疯了 我就去那边躲了起来 谁都不要见这样子 嗯 可是 因为种种的原因 后来间公司不见了 后来间房子不见了 后来间我的婚姻不见了 后来间所有所有所有物质上 外在 我觉得 我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刹那圈完全崩溃瓦解 是 我只剩下两个小孩 还有一堆负债 是 那就是当时的情况 其实现在想想 哇 还走得过来是 嗯 蛮佩服我自己的 哈哈哈哈 从刚才跟燕尼聊天里面 看到她 如何在 幽谷里面 开始慢慢的 提升自己 开始 从疗愈里面 进入生命 的美满 那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那 刚才跟 燕尼谈的时候呢 我真的觉得她不愿意原地踏步 而想走向另一个圆满 说实在话 如果有 如果让你喔 用水果来描述你的 你过往生命的话 那你会用什么水果来描述 那为什么 当你在问的时候 我直觉跑出来的 是榴莲 就猜到了 哈哈哈哈 OK 我想喔 以前的我 外在好多好多次 因为内在其实很柔软 内在是个害怕的小孩 害怕的小猫咪 可是 不会处理里面的这些害怕 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在外面就 就好强好强的一道壳 然后还有刺的 就不要让人家接近 因为一旦接近的话 我会害怕受伤啊 所以就很容易把人家躺开 那 可是 里面呢 如果以整个生命来说 重新再细细看下过去的生命 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甜美 苦涩参半 榴莲我喜欢吃苦肉的 嗯 我也要 可是苦的时候又有甘甜的感觉 对对 所以 刚开始可能不喜欢吃榴莲 人会觉得 诶 这样的日子怎么过 这榴莲怎么吃 可是因为重新回想起来 如果没有当初的这种苦 就不会有现在的甜 是 现在我觉得我是草莓 哈哈哈哈 我现在也没有什么防卫 而且你捏捏一下 嗯 会有甜美的支出 哈哈哈哈 可是没有当年的榴莲 这一关 是 我会在这两年齁 就是把我的壳 一层一层的剥出来 嗯 然后才来看到 其实里面 藏有好多好多的精华 是 这些精华 我现在拿榴莲的种子来种 种出了草莓素 哈哈哈哈 很划算 很划算 那不想到听众朋友 那你呢 你的生命在过往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样的水果 来描述你过往的生活呢 嗯 那无论怎么样子好 都希望在 新街上的声音 特别是这一期 跟叶联聊天里面 让你在我们 聊天的自理行间里面 得到一些启发 谢谢叶联今天 充足宝贵时间 谢谢你 谢谢Jerry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谢谢